有人说长安起源的A07呢 它是一个缝合怪 因为它的平台呢是深蓝的平台 但是呢它的一个内饰是跟深蓝S7相同 它的外形呢很有未来感 所以说坏消息呢就是它是一个缝合怪 好消息就是它全部都缝合了 所以说这辆车它究竟怎么样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增程器的介入实际上是非常微弱的 无论是从噪声也好 还是做震动也好 对于同级别啊 哪吒S或者说领跑正跟腰来说 它的推电油耗是做的会更好一点的 这是一辆偏向家用的 偏向舒适性的一个调性 就是说整体的一个车型 一个动力或者说外观类似 我觉得没有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一个痛点 相较于深蓝SL03来说 还是深蓝S7来说 大家可以看到它一个潜点呢 是更加陈述稳重的 毕竟先锋科技的潜点 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的 所以说多一份选择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 之外呢要注意到它整个的一个车厂啊 它是做到了4905毫米 轴距呢是做到了2900毫米 所以说它车内的一个空间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另外呢大家要注意到它的一个轮毂呢 是一个18寸的轮毂 其实没有必要一味的去追求一个大轮毂的效果 够用就可以了 要注意到这里呢 它有一个小小的设计 我觉得这个设计算是一个小亮点吧 之外呢我们来到它的一个车门这里 可以看到是无边框的一个车门 有点可惜啊就是它没有给上一个双层夹胶玻璃 不过NH呢我们动态的时候会讲的 其实做的也是很不错的 我们来到车身尾的话 可以看到它整体的一个设计 是这样圆润的溜下来 并且它是一个仙背的一个车型 仙背的车型相较于普通的轿车的话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后备箱的开口的角度 所以更大的 所以说更加的便于我们日常的家用轿车的操控 以及说SUV的一个开口 大家可以看到确实空间 哇就这样展示好吧 也不用给大家多说别的 此外呢我们要注意到它的一个尾灯 后尾灯的话不知道大家怎么去看待 我觉得特别的像奥迪的A7的一个尾灯 如果我买这辆车的话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0给扣掉 并且能把7移过来 A7怎么样是不是五六十万的这种档次就有了 实际上类似的话非常的俗像 就是SNS7的一个类似双层的 然后中间呢是隐藏式的 一个空调并且的这个扶手 哇一切的一切都是这么的熟悉 可惜呢就是这个中控屏啊 它是个15.4英寸的 没有办法左右15度去调整 此外呢我们要注意到 这块屏幕背后呢 它是一个815芯片 并且它现在把所有的一个信息都给到大家 12G的一个运行内存 以及车机的储存都给到大家了 确实使用起来也是比较舒服的 它现在的一个语音呢叫小安 实际上你跟车机的一个交流呢 是可以无唤醒的去进行 首先这一点 它这个车机没有那么智能 所以说有些时候会误触 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尝试 它的一个智能化 现在也说不上第一梯队 但是第二梯队的中高的一个水平还是有的 所以说无唤醒的 对于日常我们使用是比较方便的 此外呢大家可以看到 方向盘呢是一个两幅的方向盘 握感啊各种的都是不错 这款车呢是一个顶配版本的增程版 所以说它有什么 它有相分系统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隐藏室 相分呢就隐藏在 服务箱这边 如果说是别的版本的话 它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储物的一个功能 好我把相分的这个拿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设计还是比较精致的 并且你插上去之后 它会有一个灯光的效果 如果说深蓝它对标的是一个科技感的话 那么起源这个品牌的调性就是豪华 确实它也做到了 大家可以看到车顶上 大面积的软包材质的包裹 以及说座椅的一些设计 还有车内的16个单元 虽然它不是品牌影响 但是它一个车机 它对车内的一个音效的控制 当然我也试听过 确实是做的比较好的 这一点呢相较于比亚迪 或者说其他车型来说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优势 所以说长安打智能化 它没有做到很好 但是确实找不出什么太大短板 如果说有短板的话是什么 就是它没有仪表盘 但是仪表盘没有给你配备 HUD也不需要你选装 它不光HUD不给你选装 它别的东西都没有什么选装 也就是说是一个可见即可得的一个状态 整个车就是这样子 如果说你说领跑的C01 它的一个性价比很高 抱歉 它加上一个选装1万5 性价比好像也没有那么高了 所以说它的一个起车价格是5.59万 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具有性价比的一个选择 来到车内后排的话 确实它一个西部空间 大家可以看到有三拳的一个空间 并且呢 大家可以看到脚还可以放到一个座椅的下面 所以说在后排的一个座椅 大家可以看到 确实是有一种行政级的这种享受 有没有一种A7的感觉呢 并且它地台是个全屏的 头部的空间呢 也不是特别局促 有个一拳的样子 全景的天幕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觉得在后排的一个通透性是够的 就是担心在夏天 并且呢 在中高配上面还有一个浮游箱 所以说这个车在后排质感的营造上面 也给大家做到了 那么来到这辆车的动力方面的话 它真程版的一个电机呢 马力四处到218匹 纯电版本呢 四处到258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差距在哪里啊 不过呢 我们要注意到 即便是真程版 它小电机的一个这么情况下 它的零百加速也能够做到7.8秒 实际上它对于 Norda S也好 或者说零跑C01也好 它的电机都是比较小的 它优势是在于 就是它能够把油耗给做低 这实际上是一个真程器的一个痛点 我承认啊 真程的技术并不是现在一个非常先进的技术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优化 不断的去升级它 现在呢 它的一个亏电油耗也做的是挺不错的 并且它的NVH方面 之前相较于DMI来说 它NVH一介入一启动 它就在抖或者说声音巨大 长安一直在为真程器这方面 真程技术这方面不断下功夫的一个结果 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 它的一个纯电续航呢 是全系标配200公里 这样的一个性价比的话 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毕竟真程版相较于混动 它的一个纯电续航 确实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纯电车 只不过加了一个真程器 综合的续航是能够超过1200公里 所以说整体的一个车型 一个动力或者说外观类似 我觉得没有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一个痛点 我们先推荐一下版本 然后我们再去动态的试驾 版本方面的话 我觉得大家还是关心它那个入门版 它给到的一个配置多不多 我想说它全系标配的都是HD50寸 以及825芯片 所以说智能化方面 它是没有给大家有任何的阉割的 所以说它入门版的一个性价比 其实也是有的 它顶配版本的一个性价比呢 更多是给到一个面部的识别 真皮的方向盘 比如说相分系统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呢 是可能就是舒适化豪华感的营造方面 下了一些功夫 顶配版本呢 还有一个配置 就是它有一个电锡门 这样一个配置 我觉得就跟其他的一个版本 就区别看来了 所以说顶配版本也是比较推荐的 开启这一辆起源A07呢 首先给我有个感觉就是 这是一辆偏向家用的 偏向舒适性的一个调性 那么在这个调性的基础上呢 它又给了一个比较强劲的动力 它又是一个厚制的电驱 它的0百加速呢 一个是7.8秒 一个是6秒 这样的一个0百加速 我觉得是符合运动方面的一些体验的 包括它电机的调校 其实也是比较激进的 所以说在动力方面的 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 它虽然家用 但是动力也是能够给到你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驾驶的是一辆纯电的顶配版本 那么首先大家可能就要问 它取消了仪表盘之后 对我们驾驶有影响吗 我想说它配的是一个50寸的HOD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其实在驾驶方面的一个视觉 反馈是很不错的 而且它这个HOD还会有导航的一些指引线速之类的 所以说它的信息的丰富度是不输于普通的仪表盘的 这个HOD我觉得它毕竟是一个免费送给大家的 也不用大家去选装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比较良心的 比如特斯拉对吧 它就没有一个HOD 此外它这个底盘的话 我觉得之前我说的它是一个家用的一个调性 它相较于深蓝SL03还是深蓝S7来说 它底盘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会更成熟的 虽然是同平台和同一个轴场 最重要一点就是之前深蓝S7也好 或者说深蓝SL03老款它的一个抛跳的一个抑制 在这辆车上面我感觉是做的比较好的了 现在是没有特别强的一个抛跳的感觉 之前我说深蓝S7的话 它的一个L2级别自动辅驾驶 在虚线的识别上其实没有实现那么准 那么在这辆车上面我觉得虚线上的识别 车道居中还是车道保持都是做的挺不错的 那么它的油耗方面的话 实际上我觉得它对于同级别 哪吒S或者说领跑401来说 它的亏电油耗是做的会更好一点的 当然也可以理解 毕竟它是哪吒S也好 还有领跑401当中它奠机呢 增程版是最弱的那一款 所以说亏电油耗做的比较优秀 是能够做到4.5升 这样一个数据的话 我觉得是能够匹配上 甚至说接近海豹的DMI的那一套省油的逻辑了 当然了具体的实测我们还有待去证明啊 因为它工信部上面显示的是4.5升 那么在这一套增程器上面呢 它其实也给我们很多惊喜 从深蓝SL03上面啊 就一直在更迭 在一直升级 所以说它到起源A07这辆车上面 它增程器的介入实际上是非常微弱的 无论是从噪声也好 还是说震动也好 它抑制的都是比较好的 但是呢 我要提一点就是它NVH方面的用料 其实是不如海豹的DMI的 因为它的前排的一个玻璃呢 并没有用双层的夹道玻璃 也意味着它对它车身的一个噪声的意志 其实是比较有自信的 所以说就没有上双层夹道玻璃 所以实际上在开起来当中 我个人感觉风噪会更大一点 在高速的情况下 不过呢 要注意到海豹的DMI 它的一个轮胎的胎噪会更大一点 所以说两者的一个NVH都做的比较优秀 但是呢 都会有多少的一些问题 那么再讲讲它的电池啊 其实对于低温来说 因为电池的内阻它会增大 所以说电池的一个加热 一直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从SENAR SL03上面来说 它电池其实是跟热崩空调走的是两种线路 它这个呢 是用的是电驱 然后通过IGBT的一个开关 进行一个高脉冲的一个交流电 然后去通过它的电池 因为低温它的内阻会变大 所以说会导致它的一个热量呢 就会变多 这样的一个加温的方式首先是很平均 之外呢 它电池加热效率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我没有办法比较 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 说热波空调和这一套技术哪个好 但是它达到的效果是实实在在的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 增程器方面就没有一个技术的迭代 就像磷酸铁力电池一样 它没有那么好 但是呢 我们可以进行不断的优化 而这辆车它的底盘也好 它动力它的一个 包括说电池等等这些方面 都已经是现阶段比较成熟的一个产品了 或者说相较于长安自身来说的话 它也是有进步的 增程版和纯电版呢 我都已经试驾过了 确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 所以说底盘这方面 我觉得长安还是下了一定的功夫呢 不过呢 我想说 呃 纯电版本感觉还是一个 不是亲儿子的感觉 真正版才是他一个新儿子 并且呢 它续航也不是特别高 是515公里 不过我们要注意到啊 就是生来S7 它这个续航确实是达到620 但是它的一个售价也超过20万 所以说性价比方面的话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呃 大家需要去抉择的一个地方吧 呃 续航还是说 更多的钱的去投入 下一个视频呢 我会说选择一个海报DMI 还是说选择一个起源的A07 诶 记得关注哦